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要针对它的硬体的部分 这个手臂硬体的部分 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右途这个就是我们所开发的 四轴Skala的这些手臂 那我们也使用这个台大电的专用控制器 为主要的一个控制核心 那第一轴就像我们连的上手臂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轴距就是20.5公分 那第二个轴就是我们连这个下手臂的部分 它的轴距是20.5公分 跟第二轴距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的甲爪它的高度 是65公分 那整个是由四个驱动马达四轴 来构成这个Skala的机械手臂 那我们把这个机械手臂架在一个台桌上面 那这个台桌长90公分 宽90公分 高60公分 那我们把相对应的 所谓的这个控制器 还有相关的一些电影的部分 我们就塞在这个台桌里面的这个空间里面 好 现在我们详细来看第一轴的一个配置图 我们第一轴在底下的这个位置 由上面的连接器 连接第一臂的一个移动 这是我们所规划第一轴的马达 所摆置的一个空间位置 然后上面这边第二个手臂 第二轴我们设在这个第一轴的这个手臂的这个前面 由这个第二轴一样这个四五马达 来启动这个直立的 都是采用直立的一个方式 来启动第二轴的一个移动 第二轴的一个移动 第三轴在这个一样跟它直立的一个位置 来造成我们手臂的一个旋转 然后第四轴我们在这个第三轴旁边 我们要使这个所谓的甲爪 来做这个上下移动的一个功能 三加移动的功能 这个我们甲爪的部分 我们采用的气压的方式 来加起这个我们所要加起的一个物件 指表就是我们所使用的四轴个别 所使用的这个AC四五马达 所对应的它的一些特性 那第一轴四五马达 我们使用400瓦的 减速比是80 它的减速机构是学坡减速机构 底下也是它的一个产品的编号 那第二轴是用200瓦的 因为第一轴本身的负重一定比较大 所以一定是瓦特数比较大 那第二轴这个减速比是80 我们还是采用80的一个减速比 那它的减速机构也是学坡的减速机 那第三轴我们用100瓦的 我们这个减速比也是10 它使用的是球形的一个减速机 第四轴也是100瓦的 它的减速比是10 它使用的是行星的一个减速机构 而且此轴外大刹车的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 我们这些手臂它的所谓的 运动的一个功能 当然第一轴第一臂跟第二臂 在我们讲机构部分部分 你已经讲过了 是20.5公分的一个部分 然后关节1直线的这个关节1 就是长度的部分 那手臂指的就是它旋转的一个角度范围 关节1它有一个旋转轴 所以它的旋转角度可以在正乎157度 算是相当大的一个范围 然后关节2是正乎142度 关节3它的运动范围也是正乎150度 关节4它的运动范围也是正乎180度 那我们的甲爪它作为甲起的荷重 额定值我们是设定在1公斤 然后它瞬间可以夹起最大的重量是3公斤的部分 当然我们在使用也要以额定值为主 这个呢最大的这个是不一定可以使用的 那整个呢全场延伸出来的整个长度距离 是445公分 44.5公分 就是44.5公分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实际呢 做出来的一个scala的一个手臂的这个部分 从这边呢我们看得出来呢 这一个上面呢第一轴壁是金色的这个部分 第二个轴壁呢是蓝色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前头呢这个金色的部分呢 就是含第三轴跟第四轴的这个部分呢 当然马达是在这个蓝色的箱子里面 那底下呢这个平台呢 就是呢里面呢我们有安装了这一个 我们的台大电呢这个输入马达呢 专用的一个控制器呢在里面 还有里面的一个配线呢都在这个 底下呢这个平台里面 那另外呢我们呢在旁边呢 我们呢这个四周呢 我们是它的一个工作平台啦 然后在上面呢我们加一个 弓箭的一个平台 一个黑色的那个部分呢 我们也是它一个弓箭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议定呢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呢 会在上面呢做一个展示的这个部分 那针对呢本课程的一个内容呢 我们呢主要呢就是要介绍呢 这个四轴的Skala的这个机械手臂呢 它的相关的硬体的一个架构 以及呢它所使用的马达 驱动马达呢以及它的一些特性 那至于这一个专用控制器呢 在前面呢我们已经提过了 所以本课程内容呢 是针对这个Skala手臂的硬体的部分呢 做进一步的一个说明 好谢谢